在西藏拉萨市丹杰林路的明居院子里传来阵阵悠扬的情声 指导老师八三四人正带着十多个孩子排练藏戏折子戏 囊码堆写等西藏传统节目 他们正在为我爱传统文化主题少儿藏戏折子戏 歌舞专场表演进行排练 尽管没有专业的排练室 但孩子们对待排练依然一丝不苟 他们轻快的步伐在石板上踏出整齐的节奏 灵巧的手指在扎棉琴上咒出欢快的曲调 2月24日晚上八时 小演员们换上了藏族传统服饰 开始了正式演出 这群参演的孩子平均年龄13岁 小演员们来自拉萨的各个中小学 他们一直在刻余时间学习藏戏 囊码堆写等传统艺术 最小的表演者仅七岁 他们热爱传统文化 立志将藏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数次的排练换来了台上精彩的表演 我从学习藏戏之后 然后性格也变得比较开朗了 藏戏对我的改变也很大 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建一所属于自己的藏戏团 然后让孩子们也学习这个民族文化 表演传统藏戏时 有一个身着女装的男孩 她是14岁的次元多吉 为了演好角色 她学习了大量女性藏戏表演者的动作和手势 在唱腔上也尽量模仿女性的声音 小演员们时不时下场与观众进行互动 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 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了藏戏的魅力 传统的藏戏也是在户外演出 但今天是在室内 然后又走到观众的中间去演出 然后让我们想起这种 目前比较流行的这个静默式戏剧 今天晚上有一些演出是 他们在现场进行发挥 包括英文的 很多这样的一些有趣的一些台词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形式会让年轻人 会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一些艺术形式 使得他们有兴趣去学习它 然后既有传承又有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 藏戏舞者八方四人 是位本次演出排练的老师 他在热情小演员身上看到的 不仅是努力 更是希望 少年墙则国墙啊什么这些 我觉得就需要年轻的小朋友 有自己的爱好 然后为此努力 他们为他们自己的爱好 抽出自己的时间 需要写作业的话 自己提早写写完了 再来排练 他们也跟观众开玩笑 那些小朋友 今天我看到角落上 有一个小姑娘一直在那跳跟着她们 所以感觉特别好 时长两小时的表演结束了 小演员们对西藏传统艺术的学习还在继续 年轻的后浪会让古老唱腔 一直在雪鱼高原回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